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 单靠一个人的权利是无法改变的 就算你是美国总统也不行 这不最近这位上对天 下对的 中间对空气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遇到麻烦了 毫不夸张地说特朗普遇到生涯最困难的抉择 一边是强烈要求调查记者死因的内部压力 一边是大把大把来自沙特的钞票 特朗普心如刀脚 在本月13日 面对着CBS的采访特朗普终于开口 他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了是沙特方面 动手杀害了美籍记者卡舒吉 美国将会实施严厉的惩罚 不过特朗普一如反常的没有表现出他强硬的态度 甚至在语气中还有些委屈求全 究其原因就是特朗普不愿放弃与沙特的军火生意 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 特朗普心中的小算盘打得实在是太妙了 这是一批1100亿美元的军火大单 假如美国与沙特闹掰了 那中国和俄罗斯可就是摆捡了个大便宜 有着商人思维的特朗普 可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在私下与记者的谈话中 特朗普很实在地说道 假如与沙特闹掰军火生意断裂 那么这不是在制裁沙特 那是美国在惩罚自己 据西方媒体最近的报道来看 他们一致认为记者卡舒吉的失踪 都是由沙特王室背后操纵的 因为在卡舒吉失踪之前 曾在媒体上狠狠地批判了沙特王室 所以他们认为沙特王室在背后操纵杀手 解决了这个记者是有很大可能的 当然这段时间沙特王室对此事的强烈否认来看 是某种势力的阴谋也不好说 但无论结果如何 相信特朗普都不愿意去面对 一方面要给美国民众交代 一方面又要留住这笔千亿美元的军火大单 在CBS的采访结束后 沙特方面也立即做出了回应 转自沙特政府声明 王国政府完全拒绝任何威胁和企图 不管是经济制裁 政治压力还是错误的指控 王国政府强调 如果被采取行动 我们将以更猛烈的行动反击 该声明一字未提美国 一言未提特朗普 但看看沙特王室发布的时间点 以及针锋相对的言论 该声明的用意已经十分明了了 面对着国内巨大压力 紧盯着沙特军火大单 特朗普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